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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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供下施的药 更布施给外面的众生 那这个方法希望各位学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要拜祖先 希望他超度 绝对不是 就买个祖先喜欢吃的 就拜祖先 他就会超度 佛教不是说这个 那怎么做呢 就像穆建年 他要超度他的妈妈 他是个阿罗汉都没办法超度他妈妈 他以阿罗汉的神通拿个饭菜给他 饿鬼的妈妈吃 他妈妈没办法吃 因为他妈妈是咽口鬼 没办法吃 所以他就很急 我是阿罗汉又有神通 既然帮助不了我的妈妈 他就问佛陀 佛陀就给他说了 那你要在 修行人最有功德的时候 什么叫最有功德 就是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断除自己的这些烦恼 习气 那个叫修行人最有功德的时候 然后呢 你替你的妈妈 供养所有出家人 所以那穆建源就这样去做 那替他妈妈供养所有修行人 他妈妈就这样 离开鬼道升天 也就是说 当你去供养佛 供养清静的修行人 那你的妈妈才吃得到饭菜 那当然佛陀又叫阿难 另外一个方法 那就是说 直接为恶鬼道 去供养诸佛 然后呢 又提醒诸佛 加持这些食物化为甘露 布施给 无量无边的恶鬼 然后呢 再来回向给 自己的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以 因为阿难本来 三天就要死掉了 结果 观音菩萨 视线成 鬼 故意来 吓阿难 跟阿难说 你三天就要死了 所以阿难就急了 他就赶快去问 佛陀 那佛陀就叫了这个 为所有可怜众生 在那一次 供养三宝 布施有情 就像各位刚刚在做的 甘露失事 包括 我们用这个药 上供下施 除了回向 我们的往生牌位 消灾 还要拿去外面 布施给恒河杀 恶鬼道 那这样阿难就 消除一个死结 不但三天不死 阿难后来变成长寿无病 记忆力好 所以我们才听得到佛法 没有阿难 活下来 以他的多文 记忆 就没有人可以看得到 佛经 所以简单的说 要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 还是这么简单 等一下 供养三宝 慈悲众生 这个是最快的福报 所以我希望各位自己去布施的意思 是说 假设你有堕胎胎儿 所以你身上生病有孕青在主 或是你家人 那你就按照今天这样 为他点一只香或供一杯水 替他上供 就像这些食物 我们替现世者往生者 供养三宝 不但供养三宝 下午我们还把这些食物 拿到虎牧区 去布施 虎牧区一定有很多海鸥 所以 而且能够方便的话 做一点点焉供 布施给 因为虎牧区不是光虎牧的人 住在那边 而是那些孤魂野鬼 我们也叫蒙种鬼 蒙种鬼特别 他们就是到虎牧区去等 因为他知道有些孝顺的小孩 会为他的妈妈去供花 供灯 他就是要吃那些 得到那个功德 因为他们 这些蒙种鬼也叫无视孤魂 就是没有人会拜他的 他们必须透过别人 要去做布施 他要去抢 他要去得那个功德 但是我们佛教徒就不需要拿抢 因为我们拿一包饼干 去做上供下施 布施给鸟海鸥 或是布施 像各位 如果你去虎牧区 最好拿几块饼干 就放在那边 就好了 不用稍微 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你放在那边 你有那个心说 我这个饼干替你们上供 所以你拿饼干的时候 最好 这个饼干一拿起来 就先观想佛菩萨 我用这个饼干 威 浑木 有情 这些众生 供养三宝 那就给他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就布施两种众生 一种是有形的 这些鸟 这些蚂蚁 那这些放下去的味道 当下 嗡嗡嗡 就观想布施给无量无边的众生 因为 因为这个 事实上鬼道 他们也叫 意识死 就是说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说 你给我吃了 所以他吃到了 就像我们会烧一些纸的衣服 烧掉 这个给你穿了 它也是一个意思 感觉到 因为你真的替他布施了 你拿一张十块钱的钞票 妈妈我替你 家里你有佛堂 把这张十块钱的钞票 放在佛面前 我替你供养佛 以这个供养的功德 回向给所有众生 我替你做 然后再回向给这个 往生者 多胎胎儿 那他就可以感受到 所以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刚刚各位有念 这个忏悔 解冤结 就是说 首先你一定要跟他忏悔 或是你供养完以后 再忏悔都可以 就是让他感受到 你对他的 惭愧心 对他的 上共下世的 爱心跟悲心 而且呢 真希望他赶快 能够成佛 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不是说 你离开我 不要弄得我生病 如果你有一点点这个念头 超度不了他 就像今天你欠人家十万块 你不要来找我 对方一定很恨你 你欠我 还叫我不要找你 所以既然冤亲在主 就欠他在 就高高兴兴的 完全接受他的 替他上共下世 那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佛教就是用这个方法 去对待所有众生 就这么简单 对人 对鸟 对六道友情 我们所做的都是 为他供养三宝 为他慈悲众生 所以佛陀说 一个人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呢 那就是 修菩提心 就是说 你完全了解佛法 相信佛法 去深信因果 去修慈悲心 去念佛 一切都为了众生 所以一个人如果 真发了菩提心 他就天天在 上共下世为众生 这样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 部分在家出家 他连吃饭 都是在超度众生 他连走路都在超度 因为他想的是 如何圆满这个正确的心态 那跟你有缘的 一定先得到 哪怕是你的缘情在主 当然了 很多人问我说 那法师你有缘情在主 我说当然有 但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 就把几百千世的缘情在主 天天来找我最好 不用一次找我一辈子 是不是一次找 做你的儿子 那他就是一辈子找你 做你的太太 哇那更惨 可能会离婚吧 那还好就半辈子 但是你宁可 天天来找我 但是我就很努力 一天之内就让你快乐 这样就婚你在了 但是我要老实说 你曾经对不起这个人 他来找你麻烦 他本来拿刀子要杀你 但是你不知道 但是他看到你这么虔诚 没事就在那边拜佛 喂蚂蚁 孝顺老人 这么谦虚 请问你会不会感动他 这个他叫修行超度 你用你的修行去供养佛 你用你的修行去感动 这些冤情在中 所以但是碰到还是会碰到 但是就会众业轻薄 这样 那我想最主要是修行以后 我们天天保持这样一个谦虚的 感恩的 惭愧的 报恩的心态 也变成一种个性 如果你有这个个性 那你就很容易 健康 小别障 进一步 你活着还随时在利益别人 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 你的小孩子 你的邻居左右 都因为你的修行 就像一个人把灯点亮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空性悲心 就是你把灯点亮的意思了 我们点灯代表菩提心 所以念下来 菩提心灯 大悲为由 大菩提愿为助 大智慧为光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修行就是 你如何让你自己点亮 那就保持在这种 相信因果的空性 对众生的悲心 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了众生 所以自己也要发愿成佛 才能够让众生成佛 那这个灯 它就永远亮了 直到它这个生命结束 生命结束并不是它的 修行不在 它继续去投胎 要么去上品极乐世界 要么趁愿的就去做菩萨 继续在普度众生 佛光普照 那当然 佛教希望我们哪一天 现在我们是被超度了 希望哪一天呢 你是超度众生的人 所以我们超度就会摆个佛像 摆这些法器 那当然我讲到这边 所以说各位就是要开始做人 所以修行先讲做人 做人讲修养 那修行就是 一方面找出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 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去问我爸爸 听说现在投胎在阿修罗道 他怎么没有去极乐世界 阿修罗道是什么意思 他就问 阿修罗道就是人跟 天神跟人之间脾气不好 好争斗 嫉妒 就是有 虽然有修福保 还很喜欢做好事 但是个性呢 还是有嫉妒心 比较心 傲慢心 等等等等 所以他叫阿修罗道 然后呢 他说我爸爸有这个个性 那我怎么超度他 我说除非你没这个个性 你就可以超度他 一直得到九全七处进造神 这是一种法的修行 就是真实他在改变个性 心态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还做不到这边 大部分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靠着佛的力量 替爸爸念阿弥陀经 替他点灯放声 替他印经 希望爸爸不要在阿修罗道 应该赶快去极乐世界 这样 所以当然我们 汉人就很喜欢修福保 为祖先 为活的的人 所以我想 只要你爱对方 你应该经常替他修福保 替你的先生 替你的太太 替你的儿女 替你的现世的父母 那这个还是自私的 因为这个力量还是有限 所以佛陀教我们的是 刚刚讲 喂众生 那我今天这包饼干 以我爸